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我们在C Sharp当中使用到的频率 非常非常高的另外的一种集合 另外的一种这个容器 叫集合 集合呢 首先也是一个容器 是一个容器 是用来存储这个兼容的数据类型的容器 那么提到这个容器的话呢 有没有想到我们之前也讲过一个容器啊 什么 讲过什么呀 是不是讲过数组啊 我们以前呢也讲过一个容器是数组 数组呢也是用来存储一系列相兼容数据的一个容器 那么这两个容器 一个是数组 一个是集合 他们两个有什么相同点 相同点都是用来存储数据的 有什么不同点呢 数组和集合的不同点 啊 不同点啊 数组和集合的不同点 不同点在于第一 数组是定长的容器 而集合是变长的容器 好 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 那么说一个数组 数组呢 你一旦实力化好了之后 是不是这个空间长度大小就不能够再发生改变了 你说我实力化了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长度是10 那么从使用到最后销毁 它长度始终都是10 不能够再发生改变了 不能多更不能少 但集合不一样 集合是一个变长容器 刚开始的话 在实力化的时候 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去给它去实力化一个长度 那么它可以呢 动态的往集合中 往这个容器中去添加元素 加一个元素 那么长度就是1 加两个元素 长度就是2 这个是一个变长的容器 它可以随时的对集合中元素进行一些个增进行删 是不是感觉从这点来说就好用多了 这个是第一个不同点 第二个不同点呢 集合提供了很多的快捷的方法来操作元素 集合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很快捷的方法 让我们方便我们去操作一些元素 比如说咱们讲数组的时候 我们只讲过 第一怎么样往数组里面去存元素 通过下标 对不对 第二 我怎么样能够对一个数组中的元素进行排序 那我们讲了排序算法 对吧 讲了选择排序 讲了冒泡排序 还记得吧 考试会考的啊 我先抽给你们 啊 你们不是记得吗 什么什么什么 我刚才说什么了是吗 我也不知道 陆屏啊 好陆屏断了一块 我说排序啊 会考 考呗 好嘞 好 这是你们说的啊 哎呀 你们要这样的话 我都有心出一套AB卷了 你们全考A卷 给刘志勤考B卷 对对对对 你有数网子啊 没有提 到时候我现在不是单独 单独死了 是吧 这个就是 我还是上去看 这个是线 有点怪 好 或者说呢 我们可以考一套卷 但是分数线不一样 对吧 哈哈哈哈 是不是我故意了 我要考6人员 你已经把分数线定在61上 对 就是这个意思 不不不 你考6人员的话 我会想帮刘志勤给你改成59.9的 好了好了好了 我们接着来看 然后这个集合啊 集合 集合的话呢 我们今天讲这样几种集合 第一个是 array list 然后在这个文件里面呢 我们就来讲arraylist 因为这个项目呢 我们用的名字就叫做arraylist 那么arraylist呢 首先是一个 类似于 数组的一个容器 那么arraylist呢 如果说要使用arraylist 你得先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using system.collections using system.collections 还记得吧 这是什么东西啊 命名空间对吧 所以如果说你要使用arraylist的话呢 你得先引用这样的一个命名空间 那么现在呢 我们引用了 using system.collections 那么首先我去实力化一个arraylist 对象 arraylist 然后list等new arraylist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啊 这个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实力化 ok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去实力化一个arraylist的对象 那么接下来咱们要做的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arraylist中有什么方法 我们是比较常用的 注意我再说一遍 今天我们讲的所有的内容不难 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难的知识点 但是 多 咱们可能会讲很多很多的方法 啊 好了 那么我们来操作一个集合呢 其实核心操作无非就四种 增 删 改 查 我们来操作一个集合的话呢 核心操作无非就这四种 增 删 改 查 增 就是我要往集合里面去加元素 删 就是我要从集合中呢 来删除元素 改 就是我要去修改集合里面的某一个 我要修改的元素 查 就是我来查找 或者说我去通过下标来查找 或者呢 我就查找这个元素 所在的下标 或者我要去便利这个集合 这些都归为查 增 删 改 查 当然了 这几个是核心操作 不仅仅有这几个 还有一些其他操作 咱们等讲完这些核心操作之后 再来说 啊 那么这些核心操作呢 咱们从哪开始说起呢 从 查 肯定从增啊 对不对 你说我一个空集合查什么呀 是不是 现在例子里面一个元素都没有 什么可查的 咱们先来增 现在增 然后呢 我们刚才去实力化的一个 alre list的对象 那么在这个集合里面 能存什么类型呢 这个和他们数族不一样 你说我写一个数族 int array 大家知道这个array里面 存的元素类型是什么呀 是int 对不对 那么在这儿 alre list alre list里面能加什么 能加什么类型的数据呢 alre list中 可以添加的元素类型 为object 换一句话说 什么都行 对吧 因为所有的类都是直接或间接的继承字object的 对吧 所以可以随便去添加 所以呢 我们来做一个增操作 增的话呢 我们来list.add 这个就是增 所以增其实很简单吧 是吧 所以其实你们看今天方法很多 但其实呢 大家都知道 增add3 你们都知道嘛 是吧 不过不叫delete 叫remove 好了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先看增 增的话呢 我们先加一个1 行不行 行 我按错了 我按了一个fe 1 行不行 因为我们刚才说过 可以加的元素类型为object 你说1 是不是呀 1是一个int 行的 就是int32 int32的结构体 结构体也是继承字object的 所以这样没问题 那么换一个list.add add什么呢 add hello world 行不行 没有问题 再来一个list.add add什么呢 add一个3.1415 行 行不行 然后list.addadd add一个什么呢 add一个new person 行不行 没有person 但其实这样是可行的 对吧 然后呢 我们add一个true 行不行 行 所以呢 这里面可以加任何类型的元素 随便加 可以添加任意类型的元素 然后这个是一个增 这个是一个增 增呢 其实还有其他的方式 这样吧 我们如果说把增删改查 全部都写在这个曼函书里面来的话呢 这个曼函书可能会非常的大 另外呢 可能会非常非常的麻烦 那么我们做这样的事情 嗯 我要做什么呢 不要做这个 public public static void add operation 然后 在这里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增 能看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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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不 这个不就是我把实力化这个array list的去给他传餐了吗 是不是 给这个方法传餐了 所以其实呢 我们在这个方法中对这个add进行的操作 是不是对这个list做的操作呀 这个list和这个list是不是一个list 是不是 为什么是 啊 什么 因爲... 啊? 什麼? new 因爲new 是嗎? 因爲引用 引用? 怎麼跟你引用法 先把那個list傳到 先 在那個list傳到 然後 然後呢 完了 好 這個 我看下一個怎麼說的啊 孫生生 好好的描述一下這個 它上面那個list 是你又回來了嗎? 我們這些宿主對象嗎? 嗯 然後下面那個只是個參數 然後把那個意思就是把那個 它這個release類型的參數 然後把那個... 誰誰誰誰 它是嗎? 對它是參數 然後呢 上面是同類型的對象 這樣放進去就行了 同類型的是嗎? 對 哦 同類型的是吧 那如果說同類型的話 我可以寫這個 public static void demo 然後int a 然後int a int b demo b 同類型的 對吧 對啊 都是int 同類型的 啊 那麼這個時候這個a和這個b是同一個嗎? 不是 不是 那為什麼同類型呢? 這個也是同類型的呀 這個也是同類型的 為什麼它就是它就不是了 但是全是一個的 好了我們來看下一個啊 張光祖 不僅僅是一個同類型的 就像那個 剛才那個第一位同學說的那個 引用啊 嗯 引用啊 怎麼個引用法 地址 嗯 然後呢 就是 假如說 我如果說把它理解成一個那個什麼 理解成一個那個就是 嗯 嗯 嗯 用了一個那個 假設啊 用了一個對象 然後 那對象的名字叫這個 嗯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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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然後 把他這裡 那個 把這個東西 好吧 那我換一個啊 其實呢 這個題啊 你就想像的 假設有一個面試官問你這個題 你應該怎麼樣去給他解釋清楚 這個原因 原因呢 不是原因啊 結果呢 大家都知道 結果是這個list 和這個方法中的list 其實是同一個對象 可是為什麼是同一個對象呢 如果就給你這樣一段代碼 讓你去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兩個list 是同一個對象 郭靖 嗯 嗯 嗯 以前是那個 嗯 實力化那個list 說它是在堆上面 嗯 對 然後傳說的時候是把list的地址 傳給那個 那個 那個裡面的那個 好嘞 走吧 哦 坐吧 對就是這樣子的 引用的話呢 其實很簡單 list我們在曼函数裡面 这个list存储的 是不是这个对象的一个地址 那么在传餐的时候 是不是把这个地址 又给这个list复制了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list 这个行餐list 是不是也是指向 这块空间的一个地址 对吧 这两个其实是同一个地址 那你说这两个 是不是同一个对象 都是他吧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对list做的操作 对他来说是有影响的 因为他们是同一个list 这个是引用 好了 好了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来看一个增方法的话呢 就是刚才我们写了add 这样的一个add方法 那么这个add方法呢 到这儿 不仅仅是完了 还有 咱们刚才所做的 都是往集合中去加一个元素 加一个元素 那么能不能批量的去添加元素呢 批量添加 怎么个批量添加法呢 叫list.add 我们看一下 当你写一下add之后呢 有两个方法 一个叫add 另外一个叫做add range 对不对 看到了吗 下面有 对吧 add range add range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add range 要的一个参数 要的一个参数是什么类型的 i collection 所以看到这个想到什么了 这个应该是一个什么呀 以i开头了 应该是一个接口 对吧 所以在这儿呢 居然要你传一个接口的引用 那么我们什么情况下 会用到接口的引用啊 前面我们也写过这样的demo 还记得吗 发快递 发路运还是发空运 还有印象没有 我们说多态的一种体现 向上转型的时候 接口的引用 可以指向 实现类的对象 还记得吧 所以在这儿呢 他要你传一个i collection 类型的 很简单 你只需要去传一个i collection 接口的实现类类型 就可以了 那么谁是i collection 接口的实现类呢 i collection collection是一个集合 也就是说 但凡是集合 它都实现了i collection 接口 包括array list 也包括咱们后面要讲的 其他的集合 还包括一个 我们以前已经讲过的 一个数据类型 叫数组 数组也是i collection 接口的实现类 所以呢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 把一个数组里面的元素呢 批量的添加到 这个array list的集合中 我写一个 一 二 三 这个是批量添加 注意这个批量添加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 将 一个集合中的元素 添加到另外一个集合中 那么在这具体的就是说 我将这个数组里面的元素 一二三 添加到这个list的集合中 好 这个能理解吗 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 现在 好 现在呢 我们在这个 这句话执行完之后 list的集合里面 有多少个元素 有说五个的 有说七个的 我刚才说了 我说这个add方法呢 是添加一个元素 而addrange呢 是批量添加 将一个集合中的元素 添加到另外一个集合中 这个集合中的元素 是什么呀 一二三 对吧 把这三个元素呢 添加到另外一个集合中 所以添加完之后 结果应该是多少呀 所以我们可以来打印一下 cw 打印一下这个集合的长度 list的点 注意啊 集合 咱们今天讲的集合了 集合的长度用lens 要不用这个count 我们以前数组是lens 对吧 集合用count 集合用count 啊 好了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结果 到底是五还是七啊 摆这个边 这个结果是七啊 看到吧 这个结果是七啊 在这个集合里面呢 一共有七个元素 那么换一句话说 list.add 同样的 同样的 int 123 他们两个的区别是什么 他们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好 那我想问的是 现在的list.count 结果是多少 是多少 是八 是八 好 既然说是八了 那么刚才我们这一步加完之后得到了七 所以这一步呢 list.add 是不是只加了一个元素啊 那么这个元素是什么 是一个数组 对吧 是一个数组 那么今天呢 正好 咱们再来复习一下断点调试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加一个断点 我们来看一下list里面到底是什么 这样 我把断点加到这 我把断点呢 加这 然后我们来看结果啊 首先 断点停到了这一行 这个就说明一个问 点错了 首先断点停到了这一行 那么这一行呢 就意味着程序走到了这一行 但是还没有执行 那你说这个时候 list里面几个元素 四个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当你把鼠标放到身上 看到了吗 list count是四 对吧 看到左边有个箭头了吗 展开 里边有一二三四个元素吧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添加的四个元素 然后我们过一步 过一步你会发现 list走到了.add 也就是说这句话执行完了吧 这句话执行完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list 几个 七个元素是什么呢 是不是一二三都加进来了呀 那么我们再过一步 再过一步 是不是这句也执行完了呀 来看 count的是几 是八 那么里面是什么呢 连一二三四五六 这些没有什么问题吧 我们来看第七个 第七个是一个什么呀 第七个是一个数组 数组里面元素呢 是 一二三 不要看中国号 中国号是下标对吧 看这个值 一二三 所以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添加的一个过程 这个是我们说的一个 往集合里面去加元素 一共说两种方法 一个是add 一个是addrange 所以这两个方法的不同点 需要去注意一下 add和addrange 接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